欲邦相征于翁得利 谁也不会想到萧毅与萧继之哥俩内斗 却让远在千里之外的黑塔与文太 占了一个大大的便宜 侯景在害死简文帝萧刚的六个多月后 他也被自己的心腹杨坤等人杀死 堂堂的宇州大将军死后 尸身不仅被分割成了三部分拿到各地去展览 而且还落得了一个尸骨无存的结局 只留下一个骂名 在历史中流传 国不可一日无君 王僧便在平定侯景之乱以后 赶紧带领群臣劝记 萧毅照例推辞了几次 最后只能勉为其难地在江陵姬皇帝位 视为梁元帝 改年号为成圣 尽管萧毅将年号定为成圣 可明眼人都看得出 梁武帝缔造的盛事已经一去而不复返 新帝登基当然要大封功臣 此次平定侯景王僧便功劳最大 因此被加封为司徒 扬州刺士镇守建康 陈霸仙则被封为征北大将军 南徐州刺士镇守京口 当然多疑的效益 也没忘法陈霸仙的儿子陈昌和侄子陈虚 征召到江陵 名义上是风伪精官 实际上是作为人质 毕竟陈霸仙不是他的嫡性 此时的王僧便是春风得意意气风发 搭乱平定巨贼死 首提就惊还天子 这是何等的功绩何等的荣耀 身为评判的最高统帅 他怎么能不得意 在收复健康后 他面带微笑地被曾在侯景手下 担任太师的王客说道 您是一敌之君 辛苦了 王客出身于江南低高门狼牙王室 听了之后是修得无地自容 随后王僧便脸色一沉道 王室百年功卿 一招而赘 就在王僧便春风得意的时候 他从荆州带过来的士族 却在建康城中大肆劫掠 甚至连宫中的太极殿和东西堂也被烧毁 而宫中的大量金银珠宝 更是被洗劫一空 其中抢得最深的是香州刺势王林部下 王林是萧义的小舅子 他的两个姐姐都是萧义的宠妃 所谓第一姐贵 故而王林也深受萧义信任 但生性耿直的王僧便 可不管你是谁 你王林一把大火 差点把你姐夫的大别墅都烧光了 这还了得 于是王僧便就以纵活罪 向萧义告发了王林 萧义碎摆王林为香州刺势 并迅速将其召回江陵 王林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这个姐夫向来都是六亲不认 亲儿子死了他都能一笑而过 更何况是他这个小舅子 萧义往往前一分钟还夸你是人才 过一分钟就把你送进棺材 所以临行前 王林便安排长使路纳率兵先赴香州 并在分开时 王林还问路纳等人道 如果我一到江陵回不来怎么办 王林的部下多为江淮群岛 加之他本人又慷慨仗义轻财碍事 每次得到财务进阶分次给将士 因此积得布下拥戴 所以布下一口同声道 愿与君生死于公 结果不出王林所料 他一到江陵 萧义便杀了他的副将 并把他关进大域 消息传到香州后 路纳等人随即举兵造反 先后攻陷衡阳阳和灵灵等地 消息不得不争调王僧便西上 和荆州军共同征讨路纳 然而就在江陵处于空虚之际 消息的八弟消息却带着蜀兵从西边杀过来了 消息也是消息此时唯一还活着的兄弟 他是梁武帝的幼子 并深得老夫宠爱 从大同三年作为一周刺史迄今 已经治理八蜀有十七年之久 他内秀耕丧盐铁之功 外通山谷远方之力 在其治理下树中是家家户户都奔了小康 幸福只述原生于当时其他地方 所以消息这几年在一周过的那是相当滋润 当别人在打仗 他却在打麻将 别人夜夜难免 他却夜夜生歌 别人生不如死 他却醉生孟子 这日子怎一个爽子了的 当年侯景围攻台城 父兄危在旦夕 他没有丝毫行动 等到梁武帝死了 他也依然稳坐钓鱼台 好像梁武帝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当然又看不惯他这种做法的人 参军徐鹏就多次劝谏他道 殿下您怎么可以对父兄置之不理呢 萧绩对这个不知趣的徐鹏烦不胜烦 既然你提的问题 我没脸回答 那就只能解决掉提问题的你 因此萧绩便想杀了徐鹏 但行星前他又故作善良的对徐鹏说道 看在咱俩多年的交情分上 只取你一人性命 你的儿子们都不守牵连 但徐鹏却冷笑一声道 生而息如殿下 留下他们又有何用 于是恼羞成怒的萧绩 杀光了徐鹏一家 他能闻能武而且还颇通骑射 常常青铜师族演练阵法 所以当他得知萧维以盟主的身份 主持讨伐侯景之时 曾经对辽佐说过这么一句话 老七乃是文士 怎能成此大事 然而当他看到文士萧维 连夺香州和影州之后 野心勃勃的萧绩有点沉不住气了 他亲自率军以讨伐侯景为名向东激发 但此时正好侯景也在进攻影州 不想两面受敌的萧维 所以写信给萧绩 老弟你还是别来了 等我平定了侯景 咱们哥俩 你做刘备我做孙权 然后平分天下 萧绩一看萧维的态度还不错 加上侯景和萧维已经打起来了 等他们两败俱伤时 再来收拾残局 岂不更省失省力 因此萧绩也就乐得做官成败 随即率军退回了成都 公元552年4月 也就是王僧便刚攻进建康时 萧绩便迫不及待的在成都抢先撑敌 他觉得这皇帝位子 就和蔡市长打着的土豆一样 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当侯景之乱彻底被王僧变平定之后 屯住于白帝城的萧绩世子萧元兆 却封锁消息 匡骗他老爹道 听说荆州已经被侯景所灭 以急下大军征讨 同年八月 萧绩便让自己的小儿子萧元素留守成都 自己责率蜀中精兵清朝而出 顺江东下就直奔江陵而来 当萧绩统领大军进这八东 才得知侯景早已败亡 萧绩一时暗自后悔 责怪儿子不该欺骗自己 但萧元兆却阵阵有词道 侯景虽然灭了 但江陵却未臣服 反正父皇宁已经称了尊号 今后难道还能去于七叔之下不成 萧绩一想也是 都是根正苗红的萧氏子孙 凭什么让他独眼老七坐享其成 因此萧绩不顾将士们 思归心切和后方不稳的凶险行事 仍选择继续东法江陵 但没想到信州刺史陆法和对此早有防备 他在峡口两岸家住二城 同时又运石填将并铁索横断江面 彻底切断了长江航道 从而挡住了萧绩大军的去路 即便卢子 但毕竟重寡悬术 陆法和赶紧向江陵告急请求支援 然而此时萧维的主力部队 要么在建康一带防备北齐 要么在襄州围攻陆了 江陵城内缺兵少将根本派不出援军 梁元帝萧维大为恐惧之余走了一步臭旗 他要引狼入是借刀杀人 萧以前是给宇文泰 请求西魏派兵救援 或者直接罚术一解自己燃眉之计 对于已经取得了 汉东河建北地区的西魏来说 这当然是一个进一步扩大版图的好机会 于是老摩深算的宇文泰当即决定 拘束质量在此一举 但由于蜀地贤雨 一众幕僚都持怀疑态度 但宇文泰的外甥玉池景却认为 趁萧继东下蜀中空虚知识尽讨 一定是有争无债 宇文泰深以为然 所以决定以玉池景为统帅 并问他准备如何攻击 玉池景说道 蜀地与中原已经隔绝一百多年 萧继世纪山川险祖 绝不会想到我军会出师难征 所以最好的策略是以荆甲锐期 兴夜尽息 玉平路就背道艰刑 当险徒子缓兵渐进 出气不意冲气复兴 当时蜀兵惊骇与我军突然降临 定会望风归降 于是在成盛二年三月 宇文泰派玉池景统领两万步骑 处兵伐蜀 由于境内主力都被萧继带走 一周境内基本上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玉池景帅卷入无人之境 很快便包围了成都 这下萧继彻底傻眼了 本来他不敢聚萧义之想 想与他争夺天下 如今却起火难想 家显然是已经回不去了 那他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攻下江陵去抢七哥萧义的家 梁元帝萧义一见萧继成了无家可归的亡命徒 让他们统帅宫中进军去侠口增援陆法河 以便派人压着王林赶往长沙 希望能劝服陆马 以便让王僧便能够回军 王林到长沙时 陆娜仍在跟王僧便苦战 但他一见到王林便投个败道 随即就开城投降 于是梁元帝便立马恢复了王林的官决 命他带人赶快去增援陆法河 一看王僧便和王林的军队陆续返回 萧义顿感底气十足 所以就送信给萧继说道 我比你年长 又有平叛侯景之功继承地位也理所当然 你现在赶紧称臣还不算晚 不然的话我可不再顾及兄弟之情了 但萧继对此却嗤之以鼻 我堂堂一个皇帝兴师动众欲驾亲征 你老气不投降不割地不赔款 就这样想打发我回去 没门 更何况我已无家可回 于是萧继就命大军对峡口发动了猛烈攻击 但峡口一带本来就一手难攻 加之将领的援兵又源源不断到来 可萧继的部队大多都是一周人 听说成都危机他们各个思乡心切 根本无心炼战 因此萧继无论怎么努力 都始终无法突破陆法河的防线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梁草也濒临断居 萧继已经陷入到了进退失去的窘困境地 优以交加之下 萧继不知如何是好 但又不愿俯首称臣 就派了岳峰叶到江陵向梁远底求后 提出希望遵照上一次的许诺 让自己安然还属 哪知岳峰叶早已看出萧继必摆无遗 为了自家前途考虑 他便将蜀军确量士族多死的情况 都一股脑透露给了梁元帝 梁元帝也就得势不饶人 边面人对萧继说道 老八你还是太年轻了 求和跟求婚一样 是要有条件的 你现在都死到零头了 还有什么资本跟我求和 所以此刻的萧继是进退两难 部队军心缓散 就在他手足无措之际 蜀军大将陈志祖提议用金钱来激励将士 原来萧继极为爱财 他每次外出都随身携带有一百箱黄金 如今事态紧急 陈志祖就请求他把黄金拿出来分发给将士 以鼓舞士气 但无论陈志祖如何苦苦哀求 萧继坚决不肯拿出一两黄金 如此吝啬如此要钱不要命 谁还愿意为他卖命 于是蜀军更加离心离德 怨声载道 其结果就是在谢达人和任约的猛攻下 萧继均一溃千里 游击将军反猛 随即包围了萧继承作的大剑 但他却不敢贸然进攻 鬼知道萧继和萧继他们哥俩 私底下有没有什么勾当 再加上自己老板萧继 翻脸比翻书还快 所以这件事还是征求一下领导的指示 梁元帝得之后的回复只有八个字 萧继生还不算成功 于是樊蒙带着军兵拔刀 就上了萧继的大街 船上侍卫纷纷奔毙 此时萧继正在舱内绕床乱走 旁边堆满了他舍不得分辞将士的那一箱箱金银 见樊蒙闯落 萧继抄起一袋金字制的过去道 我用这个顾你带我去捡七哥 樊蒙随即冷笑道 天子哪是你说见就见了 我杀了你 金字自然也就飞不了 说罢便举刀上前 砍下了萧继的脑袋 事后陆法和江武林王世子萧元帚 和他的两个弟弟帮送到了江里 梁元帝把他们关入监狱 本指望这几个人能安悠自杀 但多日过去 发现他们并没有求死的迹象 于是萧继便指使狱卒断了他们的饮食 苦而十三天后 萧元帚兄弟最终被活活饿死 据说他们死前还在啃食自己的手臂 就在萧继败亡的次元 留守成都的文武将领 也向御池窘投降 号称天赋之国的成都平原 就这样落入了西魏之首 南朝也从此失去 长江上游这个屏障 接下来让咱们把目光转回到北极 温习一下花花大手高城 是如何被一个厨子结束姓的 顺便也让梁元帝萧一多活几日